进决赛却句话中国国旗,国家队退赛后遭到威胁,意大利辱华为人不齿每个国旗都有自己的国旗,它是作为一个国家的尊严,象征的重要作用,所以国旗对于国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。 在体育中悬挂国家,不仅代表了参赛队伍,更是代表了对一个国家的尊重,然而一些主办方多次把中国的国旗图案弄错,更让人气愤的是其中的一个国家主办方拒绝悬挂中国国旗。 事情发生在2016年底的世界钢管武锦标赛上,主办方是意大利,当时有25支队伍,25个国家参赛,其他国家都悬挂上了国家,唯独没有悬挂中国国旗,如果说一开始没有悬挂中国国旗,主办方有理由或者借口称,忘记了或者其他的。 但是经过中国队与意大利主办方沟通后,主办方承诺趁办决赛,后,会挂上中国国旗,但是这只是主办方的谎言而已,他们根本没有悬挂中国国旗的意思,中国队打入决赛,到了决赛的那一刻,都仍未见到中国的国旗,此时中国队无法忍受了,选择了退赛。 其中一个中国钢管舞队员柯虹说道,在那任何的体育赛事上,国旗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,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,对于主办方没有悬挂我们国家的国旗,我们感到非常细奋,并且决定退赛。 其实这次的国际钢管舞锦标赛,中国队是最有实力夺冠的,在一枚奖牌与国家尊严之间,我们中国队选择了后者,所,已为了国家的尊严运动员选择了退赛。 我们因为有这样爱国,的运动员们感到心泪,然而事情没有因为中国队的退赛而结束。 中国队退赛后意大利主办方相当不满意,并且提出抗议,甚至威胁中国队。 钢管舞队队长袁彪,遭到要挟不能将此事公开,意大利主办方拒绝悬挂中国国旗。 中国队退赛后却遭到意大利的威胁,不允许公开,一个国家作为主办方应该对每个参赛国一视同仁,利益周到。 但是,25个国家参赛,却唯独没有悬挂中国国旗,此举的明显对中国的蔑视。 我们支持中国队运动员选择退赛来维护国家的尊严,加油,中国队。